玩具TV第三集 我認為這系列更漂亮 這系列是遊戲的 重啟 是一個非常新鮮 有些不對稱或瘋狂的情報量 我第一眼看Reactivate 我有一些Turn-A Gundam的感覺 它的線條不對稱 那些黏線的情報量 我會聯想到這系列 盒子側面是原本的機設 機設漂亮,實物又如何? 實物非常驚喜 這次用一個套裝形式 套裝是套裝 鵝帕紋一隻飲波 小聲劍一隻大黃蜂 這些混合不算討厭 正常應該是這樣 但怎會那麼好 就是這樣 可以狂派對鵝帕 互打 玩完之後 兩隻大的鵝帕紋和小聲劍 非常棒 而豆腐都非常出色 既然是音波比下去 它也有出色 但這些太出色了 好 我們先看一看載具 我們放近一點 我們只看一看載具 你選擇 好 就看看音波 這些 通常去到未來的 阿滴沒有聲音 通常去到未來的狀距 音波都變成車樣 這些四輪車 裝甲效果 有機關炮 有雷達之類 而車的情報量 或者是它的演繹都非常不錯 錄到可以 先看細細 看了大黃蜂 大黃蜂很可愛 這次不是我們見開的形象 是一些越野的感覺 兩枝窗裏面 兩枝很細的機窗 有很多黑色泵把 還有一些拉花點綴 你見到它的車尾 定覆液 還有後面 那些排氣口 泵把的設定 是非常之精彩的 接著就到聲聲叫 聲聲叫是很破格的 你見到它 它的飛行形態 都見到有很多大量 左右不對稱的元素 在裡面 而它的尺寸都非常之不錯 它很有趣 它連武器都不對稱 就是這次設定的特色 特色 其實機尾這個位置是比較驚喜 待會再介紹 年度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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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它的變形 想法 武器或可動 都超越了最近那些 但你其實之前那幾隻 Aparman都閘不住口 這個真的棒 這麼誇張 這真的棒 玩它先 最棒的是什麼 你幫我看看 這次Aparman是用真車窗 而車窗裏面是有matrix 不好意思 嘩 嘩 這是一個很開心的 作為粉絲見到這個 是會尖叫的 對 那就 先玩了大佬 大佬太精彩了 變形了 Aparman的套路 都是平頭文的做法 開節… 製造一尾車頭蓋 通常Aparman都有些車頭蓋 打开前面整组车窗 这次没有架构 真正正是胸口变出来 将手的位置引起 这叫做耳熟能场 最近的窗户大约有变法 将手腕的位置变成板 叠叠两边的车门 变成一只手 黄道的变法 变形方法很直角 看到大致有形状 车头位置可以收起 打开旁边这两个位置 可以准备变脚的部分 其实车身位 车框的玩法可变也挺精彩 这次车框的位置可以摘叠 收回在身上 难怪你说 眨不绝口 有道理 脚 脚相对没有身体那么复杂 但脚掌收得比较不压力 再漂亮一点 这个位置就变成油罐的位置 其实这个变化很正常 说步骤来说 它应该算是最多的 也够用的 这次窗户是37个步骤 只剩下少许 就轮到头 最后应该摺 这些板就差不多完成了 我反而觉得暂时看上去 它的变形除了刚才摺摺的腰位 也算是黄度 是 好 你见到 它有些 卡位 可以收回压力 可以收回压力 更加确实 是 有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大致而这样 Apartment这样就大约变圆了 无论它的肩部可动 向前 即就是摺摺变形 它可以有一个向后的关节 手的水平转 头 腰 腰 都可以 舞 跌 对 摺姿 贴地 给你凸晒机械人的可动 即是没有投诉 如果想买这支文哥 要吃一支音波 音波觉得不太差 这个合适合口味 斧头就用这个方法 平时可以拿着的方法去做 我一面看 这边看就穿 手窗 最棒的是今次的MATRIX 有一个MATRIX 这是透明件 这是非常出色的玩具 好 我先玩一下 好 继续变成一支大的 今次能够升不升轿 它面上也很漂亮 很漂亮 先拔了一些武器 升轿 今次比较特别 就是它的脚和机背 引擎位的组合是有趣的 你看到这个位置爆开 其实是它的脚内 即是它有这样的东西 这种做法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通常这些是一个穴 就算了 吸出来 成为了它的脚掌 比较复杂的部分就是摺摺背包和胸口的位置 胸口就是这里 这个是真的变出来的 向前 成为所谓胸口的位置 这里有两个液仔 这两个液仔是可以收到内面 然后在头部摺一摺 不好意思 我打起来 会否有机会有日版 没有 有可能 但现在通常不是 有机会有的 有部份是会有机会有的 但这个本身的黏 已经是 写了抗抗尾 所以很大机会 就不会特别出多一个 其实把这些灰色 吞成灰银 整件事肯定不同了 因为这件东西 我同意是很高质素 很高质素 漂亮得丢了一箱 声声叫就简单些 25个步骤 还可以做到半飞行形态 上半身下半身有火箭 我想起玩MR25 这个手部就这样翻出来 不过就有少量的穿奔 这个形态也漂亮 摺摺整个翼 它就是这样的 摺摺上最常见的肩膀位 很英俊 这个机械形态也很美型 而且它的色彩颜色很主角 红和绿菲藍的青黑 很漂亮 而且左右的肩膀 这色彩颜色很大胆 这色彩颜色很大胆 挺强的 我刚刚没听书 这是什么游戏 Reactivate Transformer 其中游戏造型 挺漂亮的 有别于过往的声铁很瀟灑修长 这翼都可以轻轻扭斜 令气势更加不错 达黄峰 达黄峰变形比较巧妙 这是二十步的 摺法比较像studio的玩法 打开这里 其实后面就是整只脚的部分 变车的时候很多扣位要扣得很准才可以结实 这里是两只脚 阿迪人问你 妈妆这些多少钱呢 这些应该五百多元 哇 都是两只 所以一大一小 对 一大一小 哦 那就变成下半身 上半身就把手拌出来 但是有些 深口和头的位置都有些技巧 有一點點 接著扣這個位置 把兩隻手拿出來 差不多 肩膀的泵爆位是架構 這些我叫重啟的一些新設計 變相相對相對 載具及機械人形態都可以取得平衡 越出就會越漂亮 你看看這個大岸空多有型 兩把短槍 這系列都英俊 對 全部都英俊了 先玩一下 最後就到比較簡單的音波 這張很帥 三個都英俊 看這兩隻壞東西都放在姿勢 再看看Dick在變音波 還有音波 音波就比較接近平時玩開的那類 那類的變形 都比較直覺 整個手就收在後面 手就沒甚麼特別的變形玩法 頭脫殼 胸口 車頭和車頂 類似Z形 可以接一接 這算是最簡單的 四部裏面 比較簡單的變形 算是 沒有甚麼難度 車胎如何收在胸口 就浪費時間 對 不過它應該都犧牲了 本身最大的特色就是卡式帶 應該沒有辦法 這個便沒有 對 始終是一個車 不是一個卡式機 等一下 這個差一點 現在已經過來了 如果還要來 這邊完全不太好 有什麼問題 這樣都看了 好像在裡面 有兩個問題 它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我背囊的是很大 我背囊比較大的 背囊就比較大的 背了大股浪 音波大致都变完了 可动是没有问题 不过它没有这些收得那么好 这些位置会穿少少 手臂内側也有少少偷胶 大黄蜂的情况也很严重 我想它和大黄蜂同级 避免不了 小尺寸也叫做胶足货 背包变了难度 这次重启游戏的设定 有一种新的感觉 不是平时玩开那些面角的样子 尤其是这款我拍闻是非常极度出色 很盛赞 也很漂亮 坦白说 它在玩的手感 我都觉得音波差 音波都漂亮 只不过其他三种太出色了 音波过去这一边 这四种我都觉得是连终的包装 有兴趣 各大玩具店均有代手 是 稍后见 稍后见